紧张刺激的机车比赛开始了 没想到下一秒 这是12日下午 发生在彰化西湖K1赛车场的赛道事故 一名选手在起跑后机车失扣 先离赛道撞上铁门 造成铁门后方八名观赛民众 来不及闪避而受伤 机车在竞速 可能速度太快失扣 冲向那个观众骑 骑士虽然护具齐全 摔倒后依然痛苦地躺在地上 机车骑士它是比较严重 它是鼻涼鼓疹 鼻涼鼓疹 消防队供出动四辆救务车支援 一名小孩被抱进救务车时 还放声大哭 让人心疼 所见大部分伤者都是皮肉伤 紧急治疗后没有大碍 K1赛车场经常是举办卡丁车 跟机车竞技比赛 高速竞赛碰撞事故常常发生 民众观赛最好留在观众席 跟赛道保持距离 地方中心 彰化报导 赛道保持距离 京人